再來就是畫 我們先畫上面這部分好了 那這個上面的尺寸 特別注意就是說 他這邊告訴我們這個是L L就因為他是正七邊形嘛對不對 那這個L 那他的這個長度是吧 0.55L 就是說他跟他這間關係 他是1 他是0.55 然後這邊斜邊也是0.55 那也是畫一邊之後 那這邊的角度 這邊是90度 也就是這個地方畫完之後 這邊有個負錘點 負錘就可以了 那畫完一個之後的話 把它複製過來 他就會再產生另外一個 就會產生另外 等於是把這個做完之後 複製過來就多一個了 所以這一題其實 我們逐一來看 那畫完之後的話 我們看一下 基本上類似像這樣子 就是畫出來類似像這樣子 那畫的方式 特別注意 首先呢 基本步驟 我們來看一下 這個這個這個動作 我把它稍微復原一下 原來是沒有的 OK 那第一步的話 特別注意 請各位郵票先把它 特別注意就是說 我們已經把這個樣做出來 但是呢 確定一件事情就是說呢 我的這個 我的這個 七邊形 到底有沒有被分解開來 那特別注意 因為呢 現在 它是一個聚合線 那什麼叫聚合線 基本上全部七個線段連在一條線 叫做聚合線 那如果說我今天聚合線 這其實就是一條線 那可是我一條線 我就沒有辦法去針對 它的某一邊去做什麼 做一些其他的動作 比如說我要針對這一邊 怎麼樣 把它複製出一個0.55的長度的話 那我就必須怎麼樣 把它分解開來 也就是說本來是一個線段有沒有 把它分解成七個線段 分開來哦 那怎麼分開 特別是要 請你先把它選取起來 選取的方式非常簡單 點一下這個邊一下哦 就是把這個選起來 點它一下有沒有 現在有選取對不對 然後再按分解 分解有沒有看到 分解的位置是在 這一個工具列的 第二工具列的下方 分解 那分解之後的話 我怎麼確定說 它有被分解 非常簡單 游標再移到其中一邊上面去 有沒有看到 現在它變成什麼 線了 也就是說呢 本來聚合線是一條連在一起的線 現在怎麼樣呢 分成七條線了 ok 那七條線之後 我才有辦法去做 針對這一邊怎麼樣 去複製出另外一個線段 ok 那如果說我今天哦 用複製的話 只能複製一模一樣的線段 那我如果說我今天要複製出什麼 一個0.55長度的這樣的線段的話 就必須用什麼呢 用比例 比例方式 那比例怎麼做 接下來 會等一下 請各位務必要把那個抄一下 所以 往後如果出 初期 我會講的比較慢一些 講的比較細一點 但是請務必 專心把它記下來 第一步呢 就是選舉在分解 第二步的話呢 就要再產生一條什麼 0.55倍的長度的線 那怎麼做特別注意 第一步 請各位也是一樣用比例 剛剛用過對不對 比例把它點下去之後 接下來他問你說物件 請你可以用物件 一樣的動作 選這一條線 然後按空白鍵 告訴他說 我選到了 就是這一條線哦 那這一條線要做什麼呢 基準點 然後還是一樣 基準點請你選 右邊的這個端點 好 因為等一下我把這個地方 點一下 然後呢 底下會出現指定比例係數或參考 對不對 那因為我要怎麼樣呢 複製一個有沒有 OK 按C enter 那複製之後他問你說 請問一下你的比例係數為多少 你就輸到0.55就好了 就是我複製一個 如果你是1的話 他就複製一模一樣 2的話就兩倍 那縮小我是0.55 你就輸0.55就好 也就這一條線的0.55 你按enter enter之後的話呢 他就會產生一條線段 OK enter 好 那你會想說 老師那線在哪裡 沒有啊 其實重疊了 有沒有看到 在這裡嘛 對不對 你如果移到這邊的話 他就是一條線 移到這邊 等於是這一條線是疊在那一條線上面 所以如果說你要辨識高一點的話 你可以先選他 這邊不是有畫顏色對不對 你可以把它改成紅色好了 有沒有 這邊就一條線 接下來呢 已經有一條線 那我要怎麼 旋轉 那角度為多少呢 角度的部分的話 30度對不對 所以要旋轉30度的話 最簡單的方法可以用旋轉 旋轉 那怎麼旋轉 我們主意來看 OK 接下來的話呢 我們繼續來 這個地方 這條線畫出來之後的話 那根據我們那個圖面的要求 就是要做什麼 要那個 把這邊做一個三角形嘛 然後要 角度為30 所以呢 我必須怎麼樣呢 讓他往往什麼 往這個方向旋轉30 有沒有 從這邊轉過去30 本來是在同樣的線這邊對不對 然後把它轉過來 轉到這邊 那角度30 那特別注意哦 那個旋轉的觀念 如果是順時針的一定是負的 逆時針是正的 所以呢 我們要旋轉的話是旋轉幾度呢 有沒有 順時針嘛 原來在這裡對不對 然後轉過來對不對 轉這個方向 是什麼方向 順時針嘛 所以多少 負的30 如果是往下就是正30 往上 往這個旋轉的話就負30 所以呢 我們直接 轉的方式呢 我對誰給我看一下 如果我們 先按Escape跳開 一個步驟一個慢慢來 這邊有個旋轉對不對 點擊它之後 它也是一樣 問你 你的旋轉的物件對不對 那就告訴它 在這裡 紅色這條線 然後有沒有找到 找到了 按空白鍵 請問一下你的寄存點 旋轉的寄存點在哪裡呢 在右邊這個點 點一下 接下來他問你說呢 請問一下你要旋轉的角度為多少 直接輸入到 -30 Enter 就好了 所以你會發現指令部分 會跟剛剛是一樣的 再把重點提示一下 再做一次 一旋轉 二旋取物件 按空白鍵 三基準點 告訴它在這裡 四的話呢 -30 Enter 就上來了 再來就是這一邊要畫一條線 那畫的線如果叫紅色 你可以再把它改紅色好了 紅色 顏色應該OK 選擇紅色 然後畫一條線 畫一條線在這裡嘛 這個線對不對 然後從這邊 那這邊要要垂直的 可是你怎麼知道是垂直的 你特別注意 所以用那個Ctrl加右鍵 Ctrl加右鍵 這個叫做強制鎖點 強制鎖點 因為我這條線一定要是垂直的對不對 所以我一定只要出現某一個點 叫做什麼 互垂點 所以各位有沒有看到有沒有互垂點 對 請你選擇強制只要互垂點 其他的點都不要給我出來 因為我只要互垂 所以互垂點點一下 然後移到什麼 移到這邊 你會發現 現在只有一點而已 就是互垂 所以這一條線點下去之後的話 它一定是怎麼樣 一定是互垂的 一定 因為我強制鎖點 按Escape跳開就好了 這樣的話 這一條線一定會是垂直的 OK 然後再來怎麼樣 把這兩條線段複製到過去 所以複製的話 基本上複製這邊再複製過去 所以複製的方法怎麼做 基本上第一個選複製 選複製 然後他問你說你的物件在哪裡 就這兩條線 所以你可以用虛線的方式選 然後碰到就算 碰到這兩個選到 按空白線 告訴他說選到了 再來他問你基準點 基準點請你從右邊這邊 起點 終點在哪裡呢 移到複製 等於複製一個 再到後面這裡 點一下 OK 然後最後的話呢 請你按跳開 或按空白鍵 按Escape 或空白鍵 空白鍵其實可以是確定 也可以是離開 所以其實空白鍵非常好用 好 那這樣的話呢 我們就完成了這個地方 上面的部分 那其實如果點一下各位有時間的話 請各位自行練習的吧 下面這裡 這邊其實要畫很簡單 0.7L 所以你可以怎麼樣呢 用比例方式利用這條線怎麼樣 CENTER 0.7ENTER 對不對 然後再旋轉 27 25度 所以呢 因為他是往這個方向 是正還負的 對 就是正25 所以負 旋轉 然後呢 選取物件嘛 然後再旋轉25 這樣子 這個就做出來 那這邊不是也是什麼 褲槌嘛 也是一樣 所以這個部分一下要畫完了 那再來就是畫這個尾巴的部分 如果你等一下有時間的話 可以看一下怎麼畫 然後再來是嘴巴 再來是眼睛 再來是這個 最後就是這一題就畫完了 所以基本上一題 大概等於就是前面我們有那個五十六題的大概 一題大概快要五六題的分量 其實算是有一點點難度 不過我也把它分解開來 你可以把它 逐一的把它畫出來 OK 那這裡的話畫面再還給各位一下